巨型飞船遮天蔽日 一击毁灭一座城市 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浩劫 今天悟空要给大家介绍超经典的科幻电影 独立日 1996年的7月2号 宇宙中飘来了一个巨大的飞船 体积有四分之一个月球大小 美国国防部很快发现了他们的信号 本来觉得发现了外星文明还很开心 但知道他们正在减速接近地球的时候 笑容逐渐消失 一时间大部分卫星都失灵了 巨型的母船发射出了36个子飞船 没有母船大 但直径也有15公里 可以达到遮天蔽日的效果 穿过大气层逐渐靠近城镇 外星飞船敌有未明 人们陷入了恐慌和迷惑 也有中二的外星崇拜者聚集在一起 希望外星人可以把他们带走 有飞机尝试接近 立马就被散发的火焰所吞没 很快世界各地都有了目击不明飞船的新闻 悬浮在各个国家的首都 终于看清了它的真面目 却没有任何的攻击行为 一位科学家通过分析他们发射出的信号 得出他们是在倒数计时 用隐藏的讯号联系 时间一到就会毁灭人类 还有一位醉酒的老汉突然冲了出来 说道 十年前他曾经是个飞行员 被这些外星人捉住了做残忍的实验 他们一直在研究想要找出人类的弱点 绝对的来者不善 此时的总统还心存侥幸 让国防部派一架飞机前往沟通交流 希望能够和平相处 结果直接被击毁 科学家也及时的到达这里 告诉众人倒计时即将结束 他们将会展开恐怖的攻击 所有人必须立马撤离中心城镇 可是已经太迟了 飞船打开了舱门 露出了耀眼的蓝色光芒 给了人类致命的一击 一座座高楼大厦瞬间摧毁 整座城市陷入了火海 人们逃无可逃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 华盛顿和纽约等大城市都成了一滩废墟 总统带着科学家等人来到了军区 开始指挥男主阿黑所在的战队反击 无数架战斗飞机环绕在飞船的周围 同时发射了炮弹 攻击却像是雨点一样 没有对外星飞船造成任何的伤害 他的外侧罩着一层保护伞一样的东西 不仅屏蔽了炮弹 飞船撞上去也是必死无疑 接着他释放出无数小型的飞碟 一时间战斗人员损失惨重 连军事基地也被夷为平地 只有阿黑在与外星人的对决之中 利用地形优势摧毁了一架外星飞船 并成功地抓捕了一个活的外星人 赶紧带往了传说中的51区 这里是美国专门研究外星生物的基地 几十年前 他们抓捕了三个死亡的外星人 并成功地修复了一架外星飞船 发现他们跟我们差不多都呼吸氧气 身体冷热承受程度也跟人类相似 强大的外壳下包裹着一个小小的身体 远比我们的科技要先进许多 阿黑带来的活体外星人 让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他们切开了外壳 小小的脑袋漏了出来 没想到他立马用脑电波控制了研究者 总统尝试沟通 想和他们和平地相处 没想到他却还要想控制总统 守卫立马击毙了外星人 但这短暂的一瞬间 让总统知道了他们的思想 他们是宇宙的蝗虫 耗尽一个星球的资源 就会去抢占下一个 来地球的目标 就是杀死所有的人类 占领地球 没有任何的余地 只有打败他们才能够得救 总统终于下定决心 开始使用核武器 当然在保护伞的作用之下 目标还是没有一丁点的损伤 正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 科学家猛然想起 自己曾经研究过一种电脑病毒 如果给外星的母船植入这种病毒 说不定就能够解决掉保护罩 然后发射炮弹引发爆炸 只要母船不能行动 子飞船的保护罩就会消失 人类的攻击就会有效果 阿黑听完之后主动站了出来 希望自己能够开着被俘虏的外太空飞船 去往母船 和科学家一起给他们的电脑植入病毒 总统同意了他的请求 并相约世界各国同时进行反击 但因为飞行员损失惨重 很多战机缺乏驾驶员 于是有飞行经验的人 都可以报名参加这次反攻 之前的醉酒老汉 为了向外星人报仇主动参加 连曾经是飞行员的总统 都亲自上阵了 这一天正好是美国的独立日 总统发表了震撼人心的讲话 好家伙 这是要把全世界的国庆日 都改成7月4号的节奏 很快战斗开始 阿黑和科学家驾驶的外星飞船 出了大气层 立马被母船吸引了进去 里面的景象异常的华丽 起码有几百万架飞机 正在准备进行侵略 不过他们并没有识别出 里面坐着的是地球的人类 阿黑和科学家 直接进入了中心控制区 病毒植入完成 地球一收到信号 立马开始了反击 核弹全部射中 可对于巨型的飞船来说 只是皮毛的伤害 还释放出了很多小飞碟反攻 炮弹不够用了 破坏的力度却还不够 飞碟又打开了舱门 又开始释放毁灭性的攻击了 总统瞅准了时机 射击了出口 炮弹却打歪 那个醉酒的老汉 因为还没清醒 跟不上战斗的节奏 一直没使用炮弹 现在时机来了 他主动冲上前去攻击 在炮弹失灵之后 他毅然决然地开着飞机 堵住了炮眼 硬生生地把炸弹给憋了回去 反推进了飞船内部 这次攻击大获全胜 立马把这一方法 告诉了世界各地的联盟军队 地球上的飞碟全部被损坏 另一边 母船上的阿黑科学家 也成功地发射了核弹 突出了重重的包围 回到了地球 等待他们的是守候已久的家人 人类摆脱了被外星人消灭的命运 得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美满结局 话说回来 1996年的特效还真的是让人惊艳 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强烈推荐小伙伴们去观看 好了今天的电影讲完了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